比特币大的要来了 赶紧点击下来 来看一下比特币的一个价格走势 它正在试图去 在这个上涨通道下延得到支撑 向上去突破 去测试之前的一个新高水平 大家很明显 之前的话 它走了一个下降的通道 直到在这个位置 被正式打破 在这个63,200美金的位置 正式打破之后 它的价格就一路出现一个上涨 就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 123的一个上涨的一个通道 说下个目标肯定是测试上方 这片区间里面 这个斜三角里面 所以它的一个上涨意图非常明显 只要我们在下方做多头 显然这一波 是有机会拿下10%多的一个利用空间 但是支撑点在哪里 大家可以看到下方支撑点非常明显 在之前这个64,500美金 这一个区间里面 这个位置下方这个支撑点 一旦跌破这种腰线的水平 正式的意味着 这个多头好像已经得到一个摔诱 所以现在来看 它依旧是在一个68,500美金的位置 依旧是显现一个多头 非常强势的一个信号 可以看到 比特币的一个现货ETF 还在持续进行一个流进的状态 已经持续十多天的一个流入 是吧 说明市场上对比特币的热情只争不减 而且随着美联储的一个降丝时间的一个接近 那市场上已经有很多的一个信号 非常明显了 那如何去加入冷眼的一个使盘呢 点击冷眼视频下方链接 这里加入冷眼的一万人免费量度群 加入冷眼的VIP社群 下方有电报的一个链接 下方有交锁链接 用冷眼的交易所的链接注册的话 就可以享有最高省60%的一个手续费 你用冷眼的一个链接注册 你就可以去减免20%的一个手续费 是吧 可以得到一个返用返现是吧 所以赶紧去注册 如果你已经注册了 你也可以去用冷眼的链接 重新去注册一个 或者是用下方的比特币交锁 重新注册一个 你就可以享有这样的一个福利 并且如果你用OK交易 这里入金是最好用了 是吧 入金满入之后 就可以去参加你的比特币交易了 这是个情况 那回到我们的技术盘面上来 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的一个清算的位置 之前我们说的非常明确 它主力点是在一个72,000这个水平 有接近26亿 29亿美元的一个单子 会被清算空单是吧 下方支撑点 依旧是在一个67,000 67,000比较关键的一个水平 大家也可以去捧这个图表上面 可以看得出来 67,000这个关键节点 刚好是在这个上涨通道下沿支撑点 这里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 那压力和阻力 我们都找出来了 所以下个目标 我们要去控制 刚好是这个节奏点 72,000这个水平已经突破了是吧 清算掉空调 也会顺势去上行到一个74,000到15,000这个区间 那以太坊什么情况 以太坊有一些推断 以太坊可能会在6月底得到一个以太坊现货ETF的一个批准是吧 美国现货以太坊ETF可能会6月底推出 也就是在这个月底的时间会推出这种非常强的一个福利 所以现在以太坊来看 它的一个MCD已经穿零脚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技术形态 之前它在这个位置去打破了 它的一个下降的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突破之后直接去上涨来接近20% 说明提前立好以后提前去释放是吧 你根本抓不住是吧 所以说它只要继续通过意味着它的一个价格还要继续向上去突破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技术形态 突破这个位置之后 它的一个上涨动脑得到一个衰减在这个位置 那下个目标肯定是测试上方的一个水平 只是说它会不会再次回调之后 走一个回调之后再进反弹去走一个比之前高的一个水平 以太坊来看还是要跟随比特币 虽然比特币的一个联动比较强劲 但是目前以太坊的一个走势好像是比比特币强太多了 近段时间就可以去观察到它的一个汇率 比特币对以太坊的汇率得到一个完整的一个提升 是个情况以太坊 我们来看一下它关键支撑和压力点在哪里 以太坊的关键支撑 我们可以看到日内的一个情况 上方那个阻力点在一个3800 下方支撑是在3700 那期间我们看一下近期间的一个3850 3700 说3700到3850 这个区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两个位置 上方那个阻力点是吧 在上方的一个3850美金 下方支撑在3700 在这种位置是什么关键节点的一个支撑点是吧 所以下方的位置3600还是比较强劲的一个支撑 看能不能去支撑住 反正我认为以太坊后市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动作 所以说不要去放弃 现在它的一个震荡可能会为下次上涨 作为一个好的一个准备 有可能会重新去战胜3900这个水平 说现在的话不要起来 可能就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进场的一个机会 那今天61比gay平台币上面有一个活动 它的一个平台币 前两天我们在这个1.0多美金的位置交代金买进 你看 我说它的一个上涨中 这个位置它会得到一个强烈支撑进行反弹 那果不其然在这个位置之后 它出现了一个接近27%的一个反弹 是吧 接近27%的一个反弹 所以大家想要去跟上这一轮行情 接近27%的一个上涨 所以你前两天买进 以这两天的话就有27%了 是吧 100万美金你就赚27万美金 就短短两三天的时间是吧 那它的活动上涨 它这个钱包的一个平台币 就是一个BWB 可能你拭目到这个币之后 它是拿BGB和USDT进行兑换 看能换多少 好像这个BGB 每人只能换5万 每一个账号只能换5万 两个账号10万 三个账号就15万左右 它目前的话是放100万 1000万枚的一个币出来 是吧 它 其实私募价格应该是0.15美元 也就是1000万枚 相当于150万美金 给到大家进去私募了 其实份额也并不是很多 因为它发行量就1亿个币 是吧 所以大家积极去参与 有可能是一个得到不错的一个回报 反正我已经提前去参与了 是吧 还有22个小时就可以去参与 那点击我视频下关链接 刚才已经教大家进行怎么注册了 是吧 点击我视频 就点击这里 输入邀请码 就可以去参加这件活动了 那今天的内容的话 先分享到这里 大家如果对冷眼的视频感兴趣 可以去订阅冷眼的频道 好了我们下期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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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